今天和大家報告了 美國那邊的眾議院議長被人推下台 雖然在推下台之前 通過了一個臨時預算案 被拜登政府最少捱45日 不是45個月 45日之後又會再搞一次 另外他們現在有個臨時議長 另一個人說 根據他們的憲法 議長未必一定要是議員 所以現在建議找前總統特朗普去做議長 他說特朗普可以做到什麼 停了在烏克蘭的戰爭 他可以阻止在邊境內的移民走進來 他亦都可以停止了 將政府武器化 你們知道 那兩黨都用美國政府利用這個議算案 來互相攻擊 所以這個是 Politically Repolized State Government 然後他亦都說 特朗普會變成 美國的能量是獨立 不用靠別人 即是說會開多些油井 逼多些汽油出來 這是必然的事 亦都會阻止那些醫生 幫那些想變性的人做變性手術 因為這樣亦都不讓那些 本來是男生 但是就說自己是女生 走去女廁所的情況 可以阻止到他 他繼續說 特朗普會支持軍隊和警察 還有很多很多很多 以前他做了四年總統 已經有政經證明 所以他建議特朗普去做眾議院議長 然後選擇做總統 看樣子 接下來2024年 美國的兩個總統選舉 將會是一個老人痴呆的拜登 對一個戀狀的特朗普 到底結果如何 明年才知道 現在看樣子 美國政治會繼續爛下去